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地图啊 每日一新鲜对吧 这个地图呢叫什么一小块地黄金之路 因为中间呢有很多黄金矿啊 然后这个地图呢被作者限定了 这个地图法国呢 它造巨炮啊需要造高科技才能造 而且这个巨炮呢价格也比较贵啊 好像是2500一个 因为这个地图的作者觉得法国要厉害点啊 所以说它就把法国限制了对吧 那么这一盘呢我正好随机到那个法国 那么前面肯定不能出控制部出大炮 因为造了控制部造不了大炮 我们先把这个油田抢了 然后甩个地宝过来打死小丽的漏人 打死小丽的漏人 它只占了一个油田对吧 我们占不了了两个 然后这个框厂一出来呢 先控制牛车踩那个踩车框 因为踩车框呢值钱一点啊 你看下面两个人也在抢地盘 我们先在这里甩两个地宝 甩两个地宝不要让小丽过来啊 然后我们就先出重工 你看小丽啊 小丽先出了控制部对吧 如果它是法国的话 它也造不了大炮啊 要必须做到高科技才能造 而且大炮2500一个比较贵 我们先出重工 先出重工呢造两个防空车 防止它造飞行兵对吧 等一下呢再出牛车 这个地图还是要多出几个牛啊 因为比较卡钱对吧 这里有很多矿啊 多出几个牛可以踩矿 然后造个防空车过去偷它 结果呢它甩了两个地宝你看 甩了两个地宝 这个路口比较小啊 一过去就被打死了对吧 但是不要慌啊 我牛车比较多你看 它一直造空子部 造地宝 那牛车都比较少 我们有三个牛了 它才一个牛你看到没有 它造了五个地宝也没用 它五个地宝过不来啊 然后我们出了两个坦克以后呢 我就准备到上面去啊 到上面去准备去打它的牛车 然后我们先出个控制过 哎呦它是个韩国造飞机了 躲弹啊 飞机的话没什么用啊 因为飞机比较贵 然后你看它用坦克吸收子弹 想占我的油田 控制地宝打死它的肉人 不要让它占油田 它比较穷的 它造了七八个地宝 又造了个飞机 它只有一个牛 我们就过来打它的牛车 但是这个小红 这小红干什么 我打绿色的牛 你还阻止我 我放个防空炮 再躲弹 然后打掉小绿的牛对吧 打掉小绿的牛呢 就不用管它了 小绿一分钱都没了 你看到没有 它只能靠一个油田 慢慢摇啊摇摇摇摇 我们就不打它 我们就打小红的牛 因为小红发展的比较好对吧 哎打掉小红两个牛 小红有两个基地 而且小红呢 也有三四个油田啊 我管快过来打它的牛车 哎直接点杀 但是这个时候呢 有点小卡啊 哎打掉牛车 你看小红的牛车 也被我打光了 所以说这个地图呢 牛车比较关键啊 油田呢 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这个地图呢 叫黄金之路 有很多框呀 只要把这个牛车控制住 多踩一点框 这经济呢 就不怎么会卡前了 下面的蓝色被带走了 然后这个小红没牛啦 小绿也没牛啦 你看他们两个人都没牛 根本玩不了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再出一个高科技 出个高科技准备造大炮对吧 而且这个大炮比较贵啊 但是我感觉这个地图 就算大炮比较贵 也是要造的啊 只要造一个大炮出来 这小绿就守不住的啊 然后我们造个维修车 把坎哥修一下 直接甩一个大地宝一过来 一炮打过去 小绿就受不了了 直接投降看到没有 然后小绿就打字 他说你怎么是个法国的 怎么有巨炮的 他很生气对吧 就算我不是法国 不是巨炮 你也守不住 你没牛对吧 你没牛我有这么多坦克 你怎么挡得住 然后我们把这个框打一打 打掉这个框呢 等一下可以把巨炮 邀请到上面来 把这个小红带走 因为小红有两个基地啊 这个下面的蓝色 好像也快要发展起来 先不管他 然后我们再出一个光灵坦克 你看我现在有四个牛 我有四个牛啊 招了一下大炮 我的经济就不太好了 因为这个大炮比较贵 然后招个光灵对吧 用光灵戳他 再把这个框打一打 打掉这个框直接 巨炮甩过来 巨炮甩过来 就可以打他地线杆了对吧 然后光灵坦克戳他 这个小红呢 他没有办法 他坦克没有多 冲呢又不敢冲 他也是高科技了 他好像也是个法国 想造巨炮 但是来不及了对吧 来不及我兵分两路 他想打我家 我分一边坦克回来 分一点坦克 继续打他的牛车 哎我就控制他的牛 他出了高科技 他也没钱造大炮 你看到没有 没钱啊 你没牛车了 直接带走啊 带走了以后呢 下面还有三家 然后这个蓝色呢 这个蓝色造了黑幕 黑起来了 黑起来了 我们直接冲过来对吧 直接冲过来打牛车 继续打他们的牛 只要控制他们的经济就行了 把这个蓝色的牛全部打光 然后蓝色造了很多幻影 冲过来对吧 上面又造了很多辐射 我们先点幻影 哎呀不行 这个辐射过来了 我也这个辐射一烫 把我的小飞熊 全部烫冒烟 赶快退飞来修一下啊 这样的话呢 他们的经济就不好了 这个蓝色又被我打掉了 好多牛车对吧 然后我发现蓝色呢 在我屁股后面甩了一个船长 你看到没有 甩了一个船长 他想造航空母舰 想造航空母舰 我直接一个巨炮甩过来 哎甩过来 先打他的船长啊 他没有钱 他造航空母舰没有钱啊 他先出了个神端 哎呀直接把你的船长打掉 不能让他在我屁股后面甩船长 等一下这个航空母舰一出来 我很难受啊 现在造巨炮没有钱 我们就把基地拖到上面去 拖到上面去再开发一片矿区啊 然后把这个油田呢 再给他物归原主啊 这个油田再给他抢出来 然后他又出了个船长 你看到没有 他又出了个船长 又想造航空母舰 但是我不会给你机会对吧 因为造了超级武器 造了航空母舰 你没什么牛 你就这么多坦克 我们直接冲进来 冲进来先打掉他的光灵坦克 哎呀打掉光灵坦克 一定要先上啊 不要等到航空母舰出来 你再上 哎我先上 然后打你高科技对吧 你航空母舰造的一半 没有高科技他就造不了了 打掉高科技以后 然后再打掉他的超级武器 等一下他到计时好了 会丢我的坦克 直接把他超级武器干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的坦克已经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就干脆不走了对吧 直接换掉他的重工 哎呀换掉他的重工 不要让他造坦克 然后呢再打掉空子部 不要让他造飞行兵 把他空子部一打啊 然后这四个坦克也走掉了 就干脆打基地 看看能不能打爆啊 打不爆也没关系啊 现在我们的经济好对吧 我有五个牛车 这坦克打不爆了 然后我们把光灵坦克派过来 两个光灵派过来 准备戳他对吧 直接戳他的油田 油田一爆的 他就没有电了对吧 你看他旁边有个电场啊 没有电黑木不强 然后我们再戳他 这样蓝色基本上就守不住了 他没有重工呢 他出不了坦克 我只要照光灵就行了 哎哟 他又出了个重工 又出了个重工 这个光灵就不行了 因为这个光灵啊 一定要成群才比较厉害 这一两个呢 你看他坦克又过来的对吧 只能用光灵说他 这个对手又出了个重工不行 这光灵坦克没有小飞熊保护啊 感觉还是不行啊 家里还有个小飞熊 把小飞熊派过来 然后他飞行命过来 他有防空 然后他的灰熊打我的防空 哎呦 广快躲到巨炮下面 然后没有防空了 广快照防空啊 所以说这个光灵坦克呀 他要打这种小快递呢 就是照一个两个就行了 照多了没什么用 真没什么用 除非打那种钱多多才行 哎呦 先照两个防空 把他的飞行命整掉啊 然后我们还是照小飞熊 哎呦 你过来 我有巨炮啊 然后我们出几个飞行命 打你的电场 你还是比较顽强的 不过他还是守不住了 我的经济领先他 他到现在就没钱了 你看到没有 坦克出不来的对吧 然后他照了防空呢 我们就把这个坦克派过来 而且还可以把巨炮延伸过来 现在我手里巨炮好了对吧 巨炮好了 我们等一个电场啊 等个电场 然后巨炮接过来 再照个冰营 照个冰营 把巨炮放到他家门口 然后延伸过来 一个巨炮甩过来 他只能打我的巨炮对吧 打我的巨炮 我就吃掉你的坦克 然后用巨炮打防空车 飞行命就无敌的 直接带走啊 带走了以后 然后上面还有两家 上面两家呢 基本上打到两倍巨伤呢 肯定是守不住的对吧 然后我们的坦克 直接冲过来啊 冲过来先把弹弹射带走 弹弹射就剩两个建筑了 还剩一个电场啊 直接带走 带走了以后 小黄你看 小黄一个牛都没了 只有一个坦克 他也守不住了 直接投降 好 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地图 美的一新鲜对吧 这个地图你们看 右上角有个提示 此地图为每个国家 都可以建造 周际V3导弹 这个地图呢 叫什么 周际导弹啊 还就是说 每个国家都可以造 就是造那个V3火箭啊 那个V3火箭的导弹呢 它是周际导弹 周际导弹呢 可以打遍全球的对吧 等一下你造个周际导弹呢 就可以在哪个位置都可以发射啊 所以说 这个地图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们广外先造防空炮 等一下那个导弹呢 会来炸我对吧 我们先在家里布满防空啊 但是这个防空呢 能不能守得住呢 我估计也够悬对吧 因为这个周际导弹 防空系统估计守不住呀 我们先多造几个 最起码能抵挡一两个也算不错 多造几个 然后你们看他们 他们都在抢游艇对吧 我们抢到了 我们抢到了上面一个游艇 这边还有一个白色游艇 但是那个白色游艇 我懒得站了 因为这个地图呢 我觉得不怎么差钱啊 有彩色矿 还有三个游艇对吧 然后我们在家里 继续造防空炮 先出一个重工啊 先出个重工 然后呢 你看可以造V3火箭啊 我们先造一个直升飞机 造一个直升飞机呢 准备装一个漏人 把那个白色游艇占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发现这个电厂啊 好像可以进东西啊 我刚才鼠标甩在里面 看到没有可以进兵 进了兵呢 这个电力啊 就比较充足啊 跟那个游礼版本一样啊 游礼版本电厂可以进 那个游礼新兵对吧 你看小子 小子就造了V3导弹 造了V3导弹炸我 我们先占个游艇啊 占个游艇就比他有钱了 对吧 然后我的V3导弹也炸你的油钱 碰的一声 框场就没了 看到没有 这个洲际导弹啊 洲际导弹打遍全球 我这个东风快电 你怎么守防空也守不住啊 洲际导弹防空系统是没有用的 要很多很多的防空炮 才能守得住啊 你看他两个防空炮 根本守不住 而且这个V3导弹呢 发射的比较快对吧 他那个冷却时间比较快啊 发射一炮 马上又可以发送第二个导弹 看到没有 无线的导弹往他家里冲 然后他的基地车就保不住了 你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个地图啊 造 人家造这个V3导弹 你不要造防空车 你造防空车就会 耽误你出V3火箭 你看我们就一直造V3火箭对吧 你造防空车根本守不住 只要这个V3导弹 圆圆不断就是看谁炸的快 我只要把你的重工一炸 基地一炸 你就守不住了呀 你看他造了这么多防空车 没有用啊 所以说呢 宁愿造防空炮 也不要造防空车啊 因为防空车跟那个V3导弹冲突了 你造了防空车就造不了V3导弹 然后那边呢 那边蓝色再炸红色对吧 那个红色肯定是守不住了 然后我们就造防空车 用V3导弹炸掉电场对吧 炸掉电场 然后炸掉并连 再把它防空车全部炸掉 这个地图 我觉得还是比较壮观的 等一下造100个洲际导弹 这个满屏幕的导弹飞来飞去 你看他怎么办 就算两个防空车呢 还舍不得想直接 打掉他的防空炮啊 这样紫色就没了 紫色没了以后呢 上面的小红 估计也快守不住了 那个小红被那个蓝色炸了 但是我的V3导弹比较多呀 你看我还有三星的洲际导弹 他在炸那个小红对吧 他在炸那个小红 我们先瞄准他的基地 万箭齐发 东风快递 使命继打 直接飞过来 砰的一声 基地车就没了 基地车没了对吧 没了以后 然后我们炸他的油箭 也可以炸他的V3导弹啊 我直接炸他的V3导弹 然后他的V3导弹估计要炸我对吧 然后万箭齐发 砰的一声他导弹就没了 你看 导弹没了 所以说这个地图一旦导弹数量比较少 肯定是守不住啊 造防空车防空炮没什么用 防空炮只能抵挡的一属 然后你没了基地 你只能造飞行兵对吧 飞行兵没什么用了 我们家里有防空炮 然后再炸掉他的命运 再甩一个防空炮 这样小兰就守不住了 这个地图就是看谁的导弹多 谁的导弹多 谁先把对手的基地炸掉 这个地图出维修厂都没用 你基地车被炸掉的 你造基地也来不及了 他会炸你重工 所以说这个地图他炸你基地 你就要把基地拖动一下 这个基地车不能爆 基地车一爆了你就玩不了你 然后再把他的油田一炸对吧 油田一炸冰淋一炸 再把他四个防空炮炸掉 这个导弹打遍全球 非常壮观啊 然后小红还没有死 你看小红又出了个基地 他基地车被炸掉 他又出了个基地 但是没有用 我们这个导弹太多了 导弹太多了 你再多防空也守不住 而且我有三星的导弹 然后小兰出的飞行兵到我家对吧 我家里全部是防空炮 你飞行兵根本过不来 然后蓝色没了 蓝色没了就是一个小红了 我们先炸小红的V3导弹 万箭齐发直接飞过来 他发现了你看 他还知道把V3火箭动一下 动一下的话就直接正随他的重工 正随他的重工对吧 正随他的兵营 你看我这么多防空炮 他那个V3导弹刚才就炸到我了 我又把他基地一炸 基地一炸呢 没得完了对吧 然后就剩两个建筑了 我们直接炸掉他的电厂 炸掉他的重工啊 所以说这个地图呢 我觉得还是挺壮观的啊 这么多V3导弹万箭齐发 直接带走啊